阿帆,就是這間我們上次不是來吃過的 今次一於再吃 不過這裡不更新 它寫2021年,其實它2022年都獲獎 那我們一於Let's go 低調,不用那麼高調 很餓,快點走 Go,哪裡啊?左邊右 你看它多麼大陣容 又有Tea Factory and Moa 上面那個是吃西餐的 接著是威娜吃泰菜的 喂,這是什麼來的? 我都不知道,今天要發掘一下 去看看吧 我看上面那個房間有幾層樓的 有些不同的 你不要亂作 OK,不管了 接著就買手信區 又有買手信的地方 它這個是超正的 我今天一定要買一件東西 那件東西不買不行,因為真的太正 接著又有農場 Hello 這些不用說,一定有的 有Playground,Tree House 我想都是小孩子玩的地方 那就是一家大小來這裡玩都OK 喂,先喝杯咖啡,好嗎? 不是啊,我們先去吃東西 現在太餓了 那吃完東西喝咖啡 我喜歡那家的咖啡店好像很棒 是嗎? 整間屋 好,那我們先吃東西吧 就這樣吧 Let's go 喂,許先生 好啊 好啊 這隻軟殼蟹 我先吃,不管了 我就喜歡吃豬頸肉 因為上次來就純粹經過 看到這家的外形建築物很特別 好像古寶的感覺 古寶的感覺 古寶的感覺 古寶就誇張一點 總之就很特別 覺得好像不是泰國 好像很勾式 感覺 進來吃了之後 發覺那些東西很棒 整個食材都是這個做的 這個才是一個超級賣點 所以覺得這家是值得推介給大家 現在整桌的東西 都是他們的色力廠來的 我很期待去試 剛剛我吃完它的豬頸肉 真的很棒 我覺得第一,尺寸很大 接著一咬一口就咬斷了 好嫩 好嫩 油分剛剛好 炸蝦餅 有很多隻蝦仔炸在一起 它特別推介 剛才聽說 香港人來的時候 都會點這個 高級的銀行員 他說 但我都說 我們銀行員都來吃 那個蝦乾味 慢慢吃出來 好味 這個也是它的色力廠 大蝦三文魚木瓜沙律 就真的很棒 那一瓶 很難吃 讓我弄一下 這些難度高的東西 都是讓你弄 木瓜沙律 拌了一些脆的花生殼 還有一些豆 鮮蕃茄 但蕃茄看得出來是很大顆的 還有一些綠色的檸檬 讓我試試這個三文魚 當然是給他幾件小的三文魚 我們就點了不太辣 因為我不太受到 如果大家喜歡辣 我想可能吃辣一點都可以 因為東北菜是出名辣的 這個三文魚是醃製過的 還有三文魚不會給魚露味 現在真的吃到鮮果味 還有木瓜條 你看到它都是大大條 是 好味 舊蝦阿凡就已經剝殼了 我什麼都不碰 硬了一點 很硬 好硬 其他的沙律不錯 但沙律不錯 它燒到金黃色 很漂亮 而且很大隻雞腿 真的是雞腿 好像我們蜜汁燒雞一樣 這一頓飯我們吃完了 從來沒試過吃不完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來 叫兩至三碟都應該夠 因為它的份量真的是足 特別這一碟 泰式XO醬我很有驚喜 因為我真的很沒期待 因為旁邊的蔬菜是很普通的東西 但是它那個蟹肉加 我不知道它攪了蝦米 魚乾等等 整個醬都很棒 很靈魂 我現在想問它 有沒有一瓶瓶的賣 而且它原來是蟹很棒 我覺得這個是必試的 加上它的豬頸肉也真的很棒 我很久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豬頸肉 這麼大大大到真的很嫩 很嫩 糟糕了 來到泰國真的會肥了很多 炭燒雞也好吃 炭燒雞肉 就是蝦仔 真的很足烈 那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它的牛肉也很好吃 對 我以下吃牛我不買 我只會在這裡吃 它又會乾淨 還有少許粉紅色在裡面 還有這個三明月沙律 我覺得有驚喜 難怪剛才我們下單的時候 市映都看一看我們 是否值得浪費 那你給多少分 整體的表演 加起來我覺得 我給九分 我也是 這麼巧 你都很少給九分 那如果來水上市場附近 我覺得一定要來這間餐廳試買 吃完東西了 去喝咖啡 對 這裡其實很多打卡的地方 來這裡都很忙 它是很有趣的 它吃和喝咖啡的地方是分開的 因為那邊的風格是完全不同 跟我們剛才吃的風格是很不同的 超讚 我覺得它這棵牆游得很帥 那T Factory就是他們這間餐廳的品牌 我知道他們是入了二十多種不同的茶葉 然後自己混合和混合去做他們的茶葉 根據不同的 Seasonal 又有不同的推出 賣這麼多種茶葉的地方 我就覺得比較少見的 我和阿凡我喜歡喝茶 那我想來試一下 這裡的人很有禮貌 我真的覺得自己好像去了酒店 你這個是懶額玫瑰茶 他說要八個小時才做出來 就說這個烏龍荔枝茶 這裡都出名的 這兩個蛋糕 我就有一個 玫瑰芝士蛋糕 一個就是它的名牌 他說這裡經常改名料 而且蛋糕四天就會轉一轉 那些款式所有東西就會轉一轉 他應該每次來都有驚喜 我們現在先試這個蛋糕 哇 一拆下去是滑得好像豆腐一樣 我的腩味很香 你這個比較好吃 我覺得兩個都好吃 有一樣東西要做 知不知道有什麼要做 要提醒大家 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沒訂閱的麻煩訂閱 如果喜歡這條片 好像森林裡的一間Cafe 我覺得這些東西不是一招一招種出來的 所有的花草樹木都真的有設計 有設計 這間很綠化 還有那些東西很優雅 很有歐洲的感覺 阿凡比較喜歡看外表的東西 所以他選了我 我 但其實我喜歡看質量 我覺得這裡是有質量 大家喝 還有它真的是酒店級素 這個我也想買回去 什麼 不是杯 我要茶葉 老公 阿凡 如果我們年輕的時候 聰明一點就好了 現在不聰明嗎 現在都不夠年輕的聰明 我發現很多網友 年輕一輩那些 拍婚紗照 搞婚禮 都慢慢疑似過來泰國 近一點 家裡的長輩不用飛太久 這裡有些景靈 這裡有多景 但自然景多選擇 對 這間Cafe 我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原來他們都有設計 所以基本上找個結婚計劃 然後找到這個地方 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地方很好 對 因為說真的 吃完泰式的餐 之後走到這邊 喝杯咖啡吃個蛋 誰都說我們蠢 你的朋友 咦 對 我就有味道多了 阿凡又喜歡一些 發毛的炮 這裡就是他們 跟法國L拿了一個 license 做了一間小型cafe 他們很多物料都是來自泰國 很天然的 一不就來自歐洲 那所有東西 他們都是向著高檔層次和品牌去做的 還有一個秘密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 你顧著拍攝就不知道 還有一個秘密 就是這間cafe 其實他們的老闆之一 在泰國也都是用了一些四五星級的酒店 所以自己拿那個水平就很高 就是拿那個質素的控制就很高 最想最想買的就是他們的拳頭產品 蜜糖洗澡液 洗手啊 洗身啊 洗什麼都可以 但是蜜糖味超香 現在我覺得是整個泰國的 第一 你看到它的兔子很漂亮 其實它裡面這枝花是可以拿出來 襯不同的香薰味 哇 那些香薰味就這樣滴在上面 可以維持到整間房都很香 我之前試過在T21 看到他們有pop up store 但是那時候錯過 又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 原來呢 這個品牌就是來自這裡 很棒 哇 阿帆 麻煩你給錢了 又要買 是 這個一定要買 看了凍買了 不要啦 很漂亮啊 這些花 全部手造東西 還有這裡有一些陶瓷的東西 都是泰北來的 買完就沒有了 但是不再生產 剛才聽她說的 我只看適合這隻碟 就每一隻不同形狀 我覺得比較特別 真的買東西 你 是啊 有錢 趁我拍照的時候 當然啦 謝謝 我們今天吃春 喂 真的是春 那這間春呢 因為抵食 所以 哇 今天都敷了 很棒啊 哇 帶子很新鮮 哇 好像你的麵那麼寬 讓你嘗嘗 很薄 我最喜歡就是 朱古力雪糕 其實是韓文來的 不是日文來的 應該是阿里吉多 我們現在這一餐吃完了 自作餐很豐富 很多東西選擇 還有這裡有三個套餐 它有699、799和999 我們今天吃699的套餐 多數是壽司 699和799和999有什麼分別呢 999就會多了這些 多了一些蟹子 多了一些魚生的食物 我們自己覺得699都已經很飽了 你說799和699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是多了一些蟹籽 多了其他魚生的食物 但我們現在普通食又省錢 所以699是OK的 如果你加了49匹 就可以任喝refill 都挺多的選擇 有熱有冷 我自己喜歡喝它是綠茶 還有橙汁 都是比較大老 會加10%套餐 還有7%稅 配合起來 剛才我們計算過 大概850幾 860匹左右 一個人 就吃2小時 阿凡當然吃到盡 但我吃到一個多小時 那時候 其實已經半放棄了 已經很夠了 那魚生呢 就有些冰鮮感覺 我自己覺得 就像Donkey那些 但我覺得如果 210港幣左右 任吃 那我覺得性價比很高 我覺得這裡 所以大家有機會 有時間 都可以過來試一下 我覺得是巴提亞 其中一間 必吃 必須試的 日式 自助餐 都是呀 都覺得是呀 你要按摩 因為你沒有帶咪 對 很多人 很不舒服 這裡的蔗汁很便宜 20匹1支 50匹3支 是啊 這個魚片 超有魚蛋味 好正 推介 剛才它一炸完 不是出來切切切切切切切的 它呢 是夾極都 好像懶快 但又夾不中 我覺得很好笑 好 吃呀 哇 哇 哇 泰國素街 一定要來巴提亞的八連市集唐人街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很多美食給你發掘 而且可以一邊素街 一邊看看兩邊舊的建築 分分鐘都找到一些舊物寶藏的 這裏已經有過八年歷史 兩邊的建築物當然都非常傳統 有它獨特的風格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有特色呢 所以阿帆和我決定和大家 由街頭走到街尾 除了一路掃街之外 還讓大家感受一下 當下這個非常特別的唐人街街道的特色 大家都看到畫面上 很多都是本地人來的 本地人都很喜歡來這裏 如果大家真的要感受 傳統泰國的美食 一路掃街一邊 就感受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一定要來這裏 早前我都和大家分享過 百連唐人街的影片 如果不夠猴 就記住看那條影片 如果走到累了 這裏還有傳統的人力車 可以試試搭 如果喜歡拜神 都可以像我一樣 去廟裡求知簽 做個禮物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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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國事 祝福 再來 祝福 гл六 祝福 教育 教育 神 神 神 很多網友問我,這條街是不是真的星期六才開的? 我住在這裡的朋友跟我說,是的 星期六的中午三點過後,如果大家來 就可以像我們這樣掃盡這條街了 好,多謝今天大家的時間 如果有興趣玩我們做配對的 在泰國生活上找其他專業人士去幫忙 就記得填我的Google Form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記得按LIKE 好,拜拜 記得還沒訂閱的就訂閱 喝醉 謝謝